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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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是有比较多的感触也是比较关注的一个话题 所以今天非常高兴能够参加到这次讨论当中来 好的 我们程律师 Hello 大家好 我是陈芸汐 我是海华永泰律师事务所的一名律师 我比较关注开源文化 非常高兴这一次能够参与我们的圆桌 谢谢 谢谢 好嘞 小妍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小妍 我是一名投资人 主要在看一些开源项目的早期投资 我们其实非常关心开源的商业化的路径 并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研究 也和很多的开源项目做过交流 非常开心能够参与到本场的论坛 好的 感谢各位 那我们就是接下来就开始按照我们的议题讨论 就说 我们知道一个软件不管是开源闭源 它都会有版权 那版权在开源的项目当中 它首先体现的是一个license 那我想就先这个license的作用 因为这是它商业化的一个前面的基础 所以说我想就各位嘉宾就关于开源项目的许可 以及这个作用 它的它开源项目跟商业的之间的一个通道 给大家去参数一些各自的观点和借鉴 好 我们还是那个送去 或者是大家抢卖也可以 好 我先简单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吧 就是因为其实任何一个开源项目的话 我们本身会有自己就是会选择自己的一个许可证 但其实在我们这个开源项目构建的过程当中 其实也是会大量使用第三方的一些 现成的一些开源的组件的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最后去实现自己的这个项目的商业化的过程 其实也是将其他的这些 我们所依赖的这些组件也进行了商业化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这些开源组件 他的这个 他的这些 这个这个许可证 其实就是规定了 我们所能使用他们的这个一个边界吧 因为有一些呢 可能一般会被认为是对于商业化有好一些的 有一些可能会是对于商业化有更高的这个要求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 其实许可证在这个上面 其实他把这种责任和义务分的比较清楚的话 其实对我们去做 就是这也不一定是我们去做 就是我们去选择这些 许可证和这个相应的开源项目的时候 就就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方便的地方吧 新加坡72.0的话 应该是一个公认比较 对于这个商业化比较有 有好的一个 一个协议 他的边界 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友善一点 郭老师你说完就直接跟下一位 哦好的 好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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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就讲到这里了 然后看看陈律师有什么那个 的观点是什么样子 谢谢郭老师 我觉得 我觉得开源的许可 就像之前我们跟 李老师讨论过一样 许可 许可这个 就是开源最核心的一个文件 或者说它最能够代表这个 整个开源产品的一个权力的授予 跟它的归属 那么从 我觉得从国内来看吧 因为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是Asia 那从国内来看 其实最近 也是出现了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例子 因为从2018 19年 出现了这个 GPL诉讼第一案 这个 数字天堂的案子以来 开源许可 在我们国内 法律意义上 逐步的得到认可 在第一个案子里面 还没有 这个被正式的认定为一个合同 但是在 后续的罗合 这个Virtual App 这个案件当中呢 已经被认为是一个 一个合同了 那么也就是说 我们的法律已经 通过判决的形式 已经正式的 认为许可证是具有法律效力 并且是 它的形式就是合同 那么合同它 它就受到我们 这个法律的一个管辖跟 这个制约 那么 那么它不再是一个 单方面的行为了 我们 我们在这个开源的 代码当中 附上任何的 许可证 都会导致 我们这个开源代码 整个著作权本身的一些 权力的一些变化 所以其实 像我们今天讨论的第一个话题 许可及产品 我觉得这个 这个定义非常准确 以后在国内 你 写上任何的一个 这个 许可证 完全就决定了 你的这个产品 会怎么样走向 不能再 当然的以为 我可以随便的 撤回我的 许可证 我可以随便改变 我的产品的属性 这是我的 一个小小的观察 谢谢 那请王老师 发表您的高见 好 谢谢前面两位嘉宾的分享 从我的角度呢 然后来看这个许可证 其实 我们看到不同的许可证 其实是 有着不一样的边界嘛 然后 所以我们觉得 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你如果想做 商业化公司的话 最一开始的时候 你在选择许可证的时候 你其实要非常 精心的去做挑选 因为这个事情 跟你未来的这个 商业化的路径 跟你公司的 整个的这个 strategy 未来是息息相关 并且一脉相承的 我们也看到 有一些开源项目 做了商业化公司之后 到后面 然后更改了许可证 我们觉得这种方式 其实对你的社区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所以从最开始的时候 你在项目的day one起 你就应该知道 自己该怎么去做商业化 以及许可证 该怎么样去选择 这是一个需要去 慎重考虑的问题 同时呢 我们也看到就是 在许可证的层面 就是以前我们中国 国内的这些开发者们 其实不是很在意 这些东西 然后包括一些 这个法律上面的限制 都非常少 所以大家可能 就是引用一些 开源代码 开源的组件的时候 大家都非常随意 然后也从来不去考虑说 根据这个许可证的限制 去做事情 可能就直接把这些 开源的代码 放到了自己的商业化产品里面 但是目前我们看到 随着这些合规的需求 越来越清晰 并且有很多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慢慢的走向global出海 那在这些方面 你对这个整个的 开源组件和开源代码的 合规使用 这方面的要求 其实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在国内也出现了 软件供应链安全 这个新的赛道和分支 有很多就是这种 合规性的SAA的这种产品 来帮助企业去做这个 开源代码的使用的 合规性的这种检验和验证 我们觉得这都是一些 非常好的一些趋势 对 虽然它其实对于 我们的开发者来说 是一个额外的成本 和一个工作量 但是对于我们中国企业 融入整个的开源生态 融入整个的国际化的 这种market 我觉得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推动的作用 这是我的一些观点和观察吧 OK 我们这一块看来还是比较认可一致的 就说如果我们要把一个开源项目 作为一个商品或者产品 能够为消费者提供相应的服务 和其他样的功能 那我们必须有许可的保证 而且我们经常就提到这个 阿帕奇许可 它已经从去年的统计来看 在开源项目里的 已经是占据了绝大多数 超越了 超越了几十年 二十多年 独霸开源界的GPL 那我们在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 阿帕奇许可2.0 是一个商业化友好的许可 那在今天的融居上 各种基础设施 大部分青睐于开源 我想请各位嘉宾去谈一谈 商业化友好 其实因为 因为我听到一些 community的声音的话 其实对商业化友好 这个词并不好 就是并不感冒 所以我想请各位嘉宾 去谈谈这方面的看法 我觉得商业化友好 本身这个词是一个 怎么说呢 就是我个人认为它其实本身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吧 就是更多的就是指说 你能不能使用这一段 这个开源项目去进行一些自己的商业化 因为这个在开源项目过程当中 其实通常来讲会有多方参与进来进行贡献 多多少少都会有这种所谓的第三方的贡献者 或者外部的贡献者 所以理论上来讲 任何一个相对活跃的开源项目的话 哪怕是项目的发起方也不能说他就100%的去拥有这个项目的所有的东西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还是需要去就是依靠这个开源项目去进行商业化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我觉得很重要一点 就是这个许可证会不会制约他去做这件事情 比如说他发起了这个项目当中 有一些一两个这种比较重要的功能是第三方贡献过来的 那他在提供商业化的时候 能不能也包括这第三方贡献的功能 还是说他受限于一些要求 必须要把他们去排除在外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 大家会去评判 他是不是商业化友好的一个标准 当然除了项目发起方以外 哪怕你是一个和这个项目不相干的人 你只是一个爱好者 你只是喜欢这个项目 然后但你并没有特别多的为这个项目贡献过代码 但是有的人就比如说 你看基于Linux那核 很多人去做一些Linux的发行版 甚至对吧 像那个Ubuntu也是一个Linux发行版 然后基于Ubuntu还有衍生出来的后续的发行版 那那些发行版 那可能有的就是只在前任的工作上 只做了一些相对来说 比重没有那么高的一些工作 但是他依然会选择或者会尝试去做他所做的那部分工作的这个打包出来的这个发行版的商业化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有的时候可能会引起大家的一些争论吧 就是这个究竟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去把一个Karen这做商业化 当我个人来讲的话 我觉得只要许可证允许的范围内 其实谁都可以 所以对于商业化友好这个词我本身我觉得是一个比较中性的一个词 因为其实坦白讲大家都是一样的 只要是在Karen的这个状况下的话 并没有人100%拥有某一个项目 所以其实大家都是一样的 就你想把这个Karen项目去做商业化尝试的时候 其实大家都是站在一个相差不远的一个起跑线上 那有的时候可能大家会对于这当中会有一些这个争议 就在于说这个项目究竟还是不是有归属这样的一个问题上 但我觉得其实抛开这些东西不考虑的话 或者说这个争论我觉得并不重要 所以在我看来就是只要这个许可证 相对来说对大家都比较公平 在商业化可以商业化和不可以商业化这件事情上 比较公平 不会因为说这个人做了更多的贡献 所以他就可以商业化 那个人没什么贡献 他就不可以商业化 只要不是这种有选择性的这种条款的话 我觉得都是一个 都算是一个比较公平的一个框架 那大家都可以基于这个框架去做自己的打算 你究竟是把它作为一个发行版 还是做一个语音服务 还是做一个这种所谓的收费的支持的咨询服务 我觉得大家只要在公平的框架下 大家都可以做出自己的一个选择 请正是我的一个看法 先那个看来陈律师怎么想 好 谢谢郭老师 我是这么理解的 因为我看到标题 这个应该是比较点 咱们点题的一个细分的小标题 那么什么是商业化 其实商业就是交换的价值 那么商业化友好呢 就是你能够顺利的进行价值的交换 不管是能够使用它后续开发出更加有用的组件 更加传播更加广泛的一个版本 或者是完全开发出一个新的东西 在这个元代 开源的元代码基础上开发出完全新的一个软件也好 我觉得都是一种商业化的一种体现 那么根据我小小的观察 在整个开源的生态文化当中 你这个大家基于不同的身份 可能对商业化都会有不同的理解 比如说开源的一个开源软件的一个发起人 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身份 可能会 他是一个大公司内部的一个开源的小组 或者说他纯粹就是一个独立的开发者 那么他们可能会基于他们不同的目的 来做一个选择不同的这个选择不同的许可证 那么选择不同的许可证就直接导致了 他接下来商业化应该往哪个方向去走 然后非常重要的参与方这个开源的贡献者 我们看到很多项目他可能有三四百个贡献者 那么如果你的发起人是独立的开发者的话 往往他们不会跟你签CLA 甚至他们也不知道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许可证 那这个时候你作为贡献者 你怎么去考虑商业化 那这个时候就很难了 你可能做了非常大的贡献 但是实际上 你没有办法把你贡献的这一部分 变成你的收益也好 或者说你没有办法把你的这个软件 你开发的这个 你贡献的这个代码拿回去 这个做下一步的动作 所以我觉得基于大家不同的身份 可能会有不同的想法 那么在我们现在的一个场景下 我觉得从一开始发起人 就应该定位好 从day one开始 你就应该定位好 自己的未来的商业化的一个方向是什么 你是为了这个社区 能够基于你的开源项目 做出更多的这个 友好型的这么一些软件 或者说你纯粹是为了在 像OpenCore一样 你是为了 以后孵化出 有利于你去开发币源的 币源组件的这种项目 然后你来挑选你的区画 然后你来决定好你的商业化的方向 这都是我的一点见解 好 谢谢 请黄老师来讲一讲 谢谢 不好意思 刚才mute了 那个关于这个商业化友好 我其实非常统一这个顾老师的观点 我觉得其实它是一个这个中性词 一方面来说商业化友好 其实我们是希望这个开源项目它足够的开放 对吧 公平平等 然后让所有的这些开发者们都可以使用起来 然后帮助下游更好的去使用它 调用它 并且把它嵌入到更加繁荣和广阔的下游的生态当中去 我觉得这个是一方面它可以去商业化的一方面的路径 然后同时还有一方面就是说 那个对于商业化友好来说 就是除了你原创或者是你们贡献最对它贡献最多的这些团队来说 其他的人拿这个开源项目也可以去做发行版或者去做商业版 也可以拿它去做商业化 其实这就像炒菜一样 其实大家原材料都放在这里 你不一定说这个原材料是你做的 然后这个菜就一定只能是你炒 其实每家都有不同炒的方式以及不同的口味 所以就是真正的话 就是对于一个团队去选择开源许可证 去思考商业化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这也是一个双刃键 是非常非常需要就是团队去进行更深入的思考 就一方面的话 你去拥抱开源 肯定能够促进你整个这个开源项目的生态的繁荣 帮助你更好的去做推广 形成一个事实标准 但同时另外一方面 大家又会说 如果我太开放了 我是不是会伤害到那些原创的和贡献最多者的那些人的利益 那在这个方面的话 我觉得对于一个创始团队来说 尤其是这个项目是你自己发起 并且贡献最多的话 我觉得我会给这样的团队一些建议 就是说你作为最开始的一个发起者 或者是贡献最多者 你更应该去理解你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趋势 更应该去理解他未来用户的定位 商业化产品的设计 以及你未来的整个的组织机制的建设 这一系列其实是一脉相承的问题 那么在这种情况 在这种基于这个商业闭环的逻辑之上 你做出来的产品和商业化的路径 应该是比其他的团队要更好 如果你连这个竞争力都不能保证的话 那你其实在自己去走商业化的路径的话 也会非常的脆弱 你的壁垒也会非常的薄 对 这是以上是我的一些想法吧 好的 那我们关于开源商业化 其实我们对这个大家都是非常认可 就是Apaq Software Foundation能够发展到今天 包括我们几个能够坐在这里去讨论 其实都是被这个Apaq这个商业的友好 但是呢我们不能光讲他的这个光线的 我们还需要争辩一下他的可能会有些不好的意义 就是OpenCore我们知道在开源 就是比如Linux选择的GPLv2这样的项目 像这样互惠性的项目呢 就是说你用我的可以 就是说但是你只要用我的 你接下来在修说服务的时候 你也坚持要保证用户的自由 或者是你比较保证 代码是可以一直是开源的 这么样一个互惠性的协议 那Apaq就说你可以避源 对然后那这样去导致就说会诱惑一些公司去做OpenCore这种模式 OpenCore不是OpenSource啊 就是这个是那那就说他会去慢慢的去在上游的contribution就少了 那更多的把自己的资源投入到能够增加收入的商业的这个 那最后慢慢这个项目可能就说或者是就变成一个商业项目 而失去了他开源的这种活力 那我想这个这个是个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 就是我想请各位选择Apaq认可Apaq到时候怎么防范这个事情 比如说核心问题OpenCore能走多远 对 嗯我觉得这个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要比实际当中想象的要更加的复杂 就是他其实不单单是说 我OpenCore我有一个基础的东西是开源的核心的东西是开源的 然后我再卖一些币源的组件 其实这个只是OpenCore的一种形式 如果大家仔细想一想 比如说我基于开源软件提供一个云服务的话 其实他也是另外一种形式的OpenCore 因为就是他可能你从那个云服务的角度来讲 他可能没有提供就他的重点可能首先不是说我提供了一定提供了一个什么什么样多好的一个不一样的功能 他可能整体的功能都一样 但是他因为提供了一个服务给你 他提供了一个服务保障给你 那他要做到这个服务保障呢 首先他就是有很多的这个背后的工作发生了 对吧那这些背后的工作呢 其实有一些呢 他可能不是那么容易被纳入到这个这个这个开源的这个这个部分里面 因为他可能不单纯是代码 或者说他可能不是一个通用的代码 因为我们在做这个开源软件的时候 我们可能都会有一些 对于这个硬件环境有一个基础的假设 就是大家可能都是用的这个X86的这些电脑 然后你在自己的环境中就可以很容易的在笔记本上 或者说在自己的台式机上就可以很容易的去安装这些软件 但是呢如果我们是提供云服务的话 那其实他背后这个的环境他可能依赖的就是一整套 AWS的这个云环境或者一套这个微软的云环境或者谷歌的云环境 他不是一个通用的东西 所以呢他可能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他他不会把这些东西放在开源的这个项目这个开源核心里面 所以呢基于这种开源核心 我提供了比如说AWS上的一套云服务的话 我觉得其实这情况下其实他也他也他也算是一个open call吧 可能不是单纯那个功能上 但是他是一种服务能力上的一种open call 所以我觉得open call其实是一个 是一个不可不可就是很难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非常难避免的一个事情 因为如果你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发布出去的话 那这个其实也有为一个很多情况下的这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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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 你要去做这商业化的话 这肯定是和这样的一种初衷会有一点 也不是有一点是有比较大的一个差距 对不对你肯定不希望把自己所有的东西公开出去之后呢 那其实对于你的用户来讲 他可能并不在意就是一些你在比如像刚才说的 你把这个开源的项目变成一个云服务 你做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但是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会比较在乎这些事情 所以呢就变成说 如果你去开源这部分东西的话 其实你并不造福不了绝大多数的这个社区用户 但是你会帮助到你的竞争对手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哪怕我们现在是从开源项目结合云服务的情况下 其实它也是一种open call 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open call 应该是会长期存在在我看来 除非是说我们换一个角度 我们我们不是说构建一个开源项目 然后基于这个开源项目去盈利这样一种模式 而是我构建了一个商业化的服务 那这商业化的服务当中呢 我可能会用到一些开源软件 然后在构建这个商业化的服务当中呢 我自己觉得我发现了一些 有一些基础的一些组件 它其实可能是大家共通的东西 我可以参与进来做一个发起人 或者说我可以参与进来作为一个贡献者 然后呢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在一边从事自己的这种商业化云服务的情况下 我参与到开源里面 那这种可能这种开源可能会 从某种角度上来讲 它的这种潜在的冲突会更少一点 你就像那个Snowflake 他自己做这个云上的这个数据仓库 他也不是开源的东西 但是Snowflake本身他也非常积极的参与 在这个FoundationDB的这个社区里面 他也做了很多贡献 他也和苹果一起发了很多 这种FoundationDB相关的论文 所以从这条路径过来的开源 可能会更少一点商业上的冲突 但是如果我们是基于一个开源软件 然后要去做商业化的话 我觉得多多少少都是OpenCore的形式 请这是我的观点 看那个陈律师 请陈律师发表一下 谢谢顾老师 那个OpenCore 其实我了解不是特别多 好像就了解了Elastic 了解了一下Elastic 这个也是属于OpenCore的一个形式 也是像刚刚顾老师说的 属于是SaaS的一种表现 然后我想我想问一问那个李老师 现在用OpenCore的软件 跟OpenSource的这个两个 大概一个数量上的比例是多少 就是这个OpenCore 就是其实本来开源的商业公司 不是很多 就是说但是这个比例的话 我不能给总缺檔 但是我影响中就是按照许可的比例 大概是就是肯定是OpenCore更多一些 大概是5比3 类似于这样 我之前在网上就是找一找OpenCore 资料的时候 还看到这个李老师当年翻译的一篇文章 说OpenCore这个必将没落 是由于某一些这个技术的兴起 比如说API 是吧 其实他的 其实我觉得我觉得 像顾老师说的OpenCore 它这个形式肯定会一直存在 因为肯定有很多公司 他会觉得 我释放一些免费的 不是我的 他是OpenCore 但不是我的真正盈利的这个核心 那么我来进行开源 我觉得这个模式确实会一直存在 甚至是 甚至我觉得很多商业软件 他在发展到一定过程之后 他来做OpenCore 是可以的 但是我觉得反过来可能比较难 如果你 你是一个OpenCore的一个公司 然后你反过来你说 哦我要学这个Android 做一下Marketplace 或者是我要 我要转的做的一些 我要完全变成一个开源软件 我觉得挺难的 所以所以OpenCore 可能它会长期存在 但是我觉得这个模式 看它怎么样在内部发展吧 我觉得它跟 它跟OpenSource 肯定是会越走越远的 谢谢 好的好的 那我继续两位老师的讨论 然后我觉得就是OpenCore 我们看起来就是在整个商业化的项目里面 其实它还是一直存在的 然后刚才其实顾老师也说到 看这个OpenCore 看我们怎么去理解 然后有一种理解就是说 它把一部分的功能开源出来 把一部分的功能避远出来 对然后还有一种理解就是说 我可能是把自己的一些 就是重要的一些技术主线 然后把它开源出来 但是我有一些行业的方案 或者是企业服务的能力 我把它避远 就是我服务的能力避远 我技术让它开源 就是这两种 那我觉得可能 对于我们去看了很多项目的话 我们觉得就是像第二种的话 目前看起来还是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潮流吧 就是开源加云 现在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搭配 然后大家都看到Cloud hosting 其实带来了一波非常明显的机会 那大家那很多开源项目 把自己的这个技术开源出去 通过社区来完善自己的整个的技术生态 同时呢在云上 他们会提供一些企业级的服务的能力 然后比如说弹性啊多租户啊访问权限啊 这些东西 然后在这些企业级服务能力上收费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商业模式 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刚才说的第一类吧 就是它把一部分能力开源 把一部分能力避远 那这个中间肯定是说 对它的社区和它商业化之间 肯定是永远是一个balance的过程 就是我如果币源的东西多了 我肯定就是贡献到社区里面的这个贡献就会降低 我的社区的活跃度就会降低 但是我贡献到社区里面开出来的东西多了 又会伤害到我的整个的这个商业化生态 那其实它就像脚踩两条船一样 其实这个中间的平衡会不会不稳 所以这个可能是一个很tricky的一个命题吧 对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那我们知道通过上面的问题 我们回顾了一些关于许可 关于商业化友好 以及关于阿帕奇许可的一个败售 败售争议或者是 来自一些其他的community的一些质疑 那我们接下来其实 不管别人怎么说 阿帕奇软件基金会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 大家看到的是 成线性的成长 项目现在已经 将近500 几千几万的开发者 和contributor 然后 还有很多很相关的就是 占据前沿的一些项目 尤其是比如说大数据这块 甚至是我们看到在国内 我们看到一个项目 会后就可以加商业公司 那我们就可以 我想接下来问几位嘉宾 就是阿帕奇软件基金会 这些的开源项目 比如说比较了解阿帕奇 也观察了很久 我也试图参与一些 其实阿帕奇反对手 帮助的很少 他甚至是会把你的知识产权的 这些都收到 他们的这个法律实体里面 那他的优势到底在哪 所以我想 请各位嘉宾去参数一下 嗯 那个像我我我所在的这个公司 ZITUS的这个这个 这个Milvers这个开源项目呢 我们是在这个 Linux基金会下面的 然后呢 当然我对那个阿帕奇基金会 也也做了一些的 一些了解 但在当时我们这个 加入基金会的时候 我觉得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的话 他一个比较突出的一个 一个一些优点在于说 首先他的品牌效应是很好的 就是 就是这个阿帕奇软件基金会 他基本上是这个开源 这个开源世界当中 这个两个最重要的这个 这个开源基金会 所以呢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 阿帕奇基金会旗下的一个 一个项目的话呢 其实大家都会比较认可 说你们是在比较认真的 做开源这件事情 所以我从我觉得 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其实虽然可能没有 给到项目很多实际的帮助和指导 但是他这个品牌效应的 这个价值还是比较大的 因为你想这个阿帕奇软件基金会上 这个项目基本都是会有一个 阿帕奇的二级域名去做这个 去做这个这个项目的一些这个网站啊 然后会给这些 上面的committer一些这个阿帕奇的这个油箱啊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一种 一方面是品牌 然后一方面是这种荣誉感 它能给这个社区带来比较好的 这种激发的一种作用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种 阿帕奇软件基金会长期宣导自己的这个理念 和这个精神的一个 一个达成的一个比较显著的效果吧 我觉得在从这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相当来说这个阿帕奇的这一套 比如说阿帕奇的这个许可证 以及阿帕奇的这些理念 也都是很多的这个程序人的这个 开源启蒙的这些 这些第一步的一些学习的一些东西 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就是阿帕奇对于自己的这个理念的 长期的坚持和宣传 给自己带来了比较大的一个 一个一个品牌的一个效应 让大家都相信说 在阿帕奇软件基金会旗下的项目 都是在用这种比较友好的 开源的方式 这种社区驱动的方式 去去去推动这些项目的发展 因为其实我看那个阿帕奇基金会的 一个很重要的理念 就是这个社区驱动 就是大家比较 比较这种社区感觉 大家会比较的 都可以参与在里面 都可以发表意见 然后可以共同的决定 这个项目的这个未来的发展 那我觉得这一种模式呢 其实是一个更加开放的模式 对于我们很多的 这个开源项目来讲 它其实带来了很多的这种 来自各方面的输入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 阿帕奇软件基金会的项目的话 其实也是代表了一种更加开放 那大家觉得说 我是能够参与在里面的 我不会说 没有办法参与在里面 会被这些什么 这些早期的这种发行团队 把控制这种项目 那这方面的担心 我觉得都会少很多 那这个是我从这个 开源的项目的这个 团队的角度来讲 我觉得阿帕奇的这个 这个优势的地方 嗯 接下来请那个陈律师 来发表一下意见 好 谢谢顾老师 我其实一直是 作为开源的一个 观察的学习者 但知道阿帕奇也是 也是非常久了 很早很早很早以前 就知道阿帕奇 但是一直处于在暗处观察 我相信加入阿帕奇腐化器 的腐化项目 肯定能够得到 这个阿帕奇大力的支持 虽然说相比Linux 或者说其他一些基金会 可能会没有那么多 条件啊 但是阿帕奇这么多年来的 一个影响力 它的社区 还是首屈一指的 然后呢 你加入了以后还会有 阿帕奇这么多优秀的mentor 每个项目都会有两 到三个mentor来 对你进行指导 帮你建立整个项目 所必须的一些架构 包括学习怎么样来 选择许可 怎么样来发布你的 正式的发布你的 开发的版本 这些我觉得都是 作为这个开发者 不可多得的一些经验 更不用说顾老师提到的 阿帕奇的二极域民啊 这些比较实实在在的一些工具 的一些方法 那么下面请王老师来讲一下 我觉得其实阿帕奇基金会 其实现在是非常popular的 这个开源的基金会吧 然后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好的 秉承了开源的文化和精神 来做事情的这样的一个基金会 然后我们也能从里面学到很多 关于项目治理这样的一些方面的 一些经验和know how 因为我看到有很多开源项目 其实他们最开始做起来的时候 他们是不知道怎么样去做社区 做项目治理的 但是在这个阿帕奇里边的话 有很多的mentor来帮我们做传帮带 然后也有很好的那个项目治理的 这种模式和制度 包括PMC 然后理事会这些都能很好的 帮助我们做项目的 治理和发扬光大 这方面给了这个开源项目 非常好的一些借鉴和指导的作用 并且同时的话 如果在阿帕奇基金会里面 孵化成为顶级项目 对于整个这个项目的品牌 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助推的作用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好的 由于时间关系时间过得好快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就留给我们以后讨论 接下来呢最后一个环节 就是我想请各位老师做个总结 对 就针对刚才我们的讨论自己的感慨 或者是你对开源和商业的这些观点等等这样 这样你就发表一下自己的观点 我觉得就是通过开源的方式去达到商业化的目的的话 其实它是一个非常就是这个过程是一个非常有挑战性的过程 它是一个需要非常仔细规划的一个 它需要非常仔细的去规划这个商业化的路径 因为现在很多的开源项目的话 它会就是 怎么说呢就是它没有太多的思考这些问题 它会简单的告诉你说 我希望所有人都用我这个开源项目 然后我自然就能够去实现商业化 但这个就是这句话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讲 但这句话本身它就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要所有人都在用你的开源项目 你才能够去做商业化的话 那这个本身它的大前提就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你看很多的这种企业服务类的公司的话 像ServiceNow也就7000多家的用户 像Jira的话也就65000多家的用户 然后像Snowflake它上市之前 连1000家用户都不知道 就两三百家用户吧好像 所以其实就是说 你要成功的实现一个商业化的话 其实你不需要所有人都用你 你才能去做商业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觉得你通过开源开始 去最后做到商业化的话 这其实是一个很有挑战性的过程 它需要非常仔细的去思考 这当中每个环节究竟去怎么走 好就是我的观点 谢谢 OK 总结一下 我觉得还是希望越来越多的 特别是中国的开发者 能够加入开源的生态圈 能够拥抱开源文化 了解开源精神 那么我建议个人开发者的话 虽然在选择许可证方面 会觉得很迷茫 但是我建议大家多学习 多尝试 也非常鼓励大家多多的申请 加入像阿帕奇 这样的基金会的孵化器 向Mentor 像PMC学习 请教 然后我觉得最后一点就是 像中国广大的使用开源代码 使用开源软件的这些企业 都应该注意开源治理 开源合规的问题 毕竟这个开源软件 现在已经在我们的法律上 已经得到的认可 并且已经广泛的存在于 大家的这个软件供应链当中 那么其中包含的 不仅是技术风险 不仅是信息安全风险 还有你的法律风险 商业风险 我觉得这些企业都应该重视起来 谢谢 好的 谢谢几位老师的分享 然后我也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一些观察吧 我因为我也是在投资圈 然后很多的开源项目 然后其实早在三年前嘛 不久两三年前 其实整个投资行业 对于开源这一块 其实大家都是觉得完全不能投 或者是不能看的 因为大家觉得开源 跟你都开源了 你怎么收费 你怎么做商业化 大家觉得这个没有商业模式 但是这几年随着美国的一些开源公司 走出来 跑出了很多百亿美金以上的公司 大家对这个事情的认知度和接受度 越来越清晰了 并且大家是非常去认可说 通过开源的方式 我能够去做出一个商业很成功的公司 我觉得这几年大家对这方面的整个的认知 是完全跟以前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同时的话 我也非常赞同 就是之前雷军说过一句话 他说中国的软件公司 要想走出来 不是你要闭源 然后关上门来 闭门造车 这样中国是 中国的技术软件是永远也没有机会的 你只有去参与到整个开源商态里面 参与到整个软件全球化的这个发展当中去 你走出去再走回来 那才能带动整个中国软件的发展 这一点我也是非常认同的 所以我也非常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公司 去做global的市场 然后通过开源的方式 然后打造世界级的基础软件 谢谢大家 这就是我的一些分享 好的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 发表政治着价 我送边也作为主持人 发起这个话题 简单做一个总结 就是作为一名步道师 我认为就是 开源跟商业化 本来是两个好军地 但是他需要外部的条件 他需要法律的支撑 他需要一些习惯的一些 一些制度的保障 以及我们相应的规范和文化 等等一些事情 所以说 大家不用担心他这个理论上 或者是有什么 毛动啊或者什么地方 我们是可以说得通了 但是需要一些其他的努力 我希望就是 我们共同努力 就像我今天组的这个局 我们有来自 一线的创业者 也有来自分头见的 然后还有最最最最保障 我们法律经济秩序 能够保障的律师 所以以及我作为步道师 然后我们共同去推动 这样一个所谓的软件的 良好的一个生态 阿帕奇位 跟开源文化是一个相当重要的 这开源世界是相当重要的 象征 好 非常感谢各位 欢迎各位观众 能够给我们留言 我们的嘉宾会 收集到你们的问题 会第一次反馈 感谢大家